本院由创院院长童瑞清医师 于民国六十年创立沙路童医院 当时病床三十床 民国六十五年核准登记为沙路童纵合医院 民国七十三年经教育部及卫生署评件为三级教学医院 民国七十七年行政院卫生署及教育部评件晋升为准区域教学医院 民国八十年评件晋升为区域教学医院 民国九十年十月二十七日 无期院区开幕 一年与沙路两院区合并为同纵合医院 民国九十五年行政院卫生署核定为优等医院 民国九十六年通过区域医院唯一重度级急救责任医院 同年全国首家通过行政院卫生署 审核改制为同纵合医疗社团法人同纵合医院 民国九十七年通过JCI国际医疗评件认证 101年及104年分别通过JCI国际医疗评件第二次及第三次认证 护理部成立于民国六十年 四十多年担任着守护中部地区民众健康的重要责任 护理部一直以来秉持以病人为中心的理念 在临床照护、教学及研究目标的努力下 顺利协助医院通过国内外评件认证及奖项 全体团队认真优异的表现 皆能受到评件委员的肯定及嘉许 本部秉持本院尊重生命、促进健康的宗旨 及迈向国际化医疗中心的愿景 以病人为中心的人性化照护为宗旨 并以尊重、创新、专业为核心价值 致力于成为全国区域医院护理作业之标杆 及国际护理接轨 护理部致力发展目标方向包括 建立满意的护理服务 确保病人安全 建构优质护理资讯及作业 持续进行教学及研究活动 培养护理核心素养 推动全人照护感动服务 落实进阶制度强化护理员员能力发展 护理部业务包含无期及杀入两院区 无期院区乃针对急性病人的紧急就医及处置的照护 杀入院区则针对慢性病人的功能恢复 及病人的长期照护 急性院区照护科别可分为内、外、妇、儿等急性病房单位 加护病房单位 急诊、冷诊、社区单位及特殊单位 如开刀房、麻醉科、个案管理等 慢性院区则包含慢性病房、复健科、呼吸照护病房、新生科病房、护理之家等单位 共计43个单位 1301张床树、护理人力共计1145人 护理部设有主任、副主任、督导、护理长、副护理长、值班护理主管、行政人员 护理部功能性架架构 共可区分为临床品质组、能力资源组、护理教育组、物财管理组、研究发展组、护理资讯组 临床品质组 临床品质组 持续性品质改善活动 临床技术积合 能力资源组 营造主吸引护理人员工作及留任的医院 提供舒适的工作环境 包含转角艺术一轮展览区 听觉饗宴 高楼层旋转餐厅 西雅图咖啡 安全的职业环境 标准的安全防护 全面采用安全针具以预防掙扎 以及地震、水灾、火灾的消防演练 良好组织氛围 举办相关活动 以联系同人情谊 如护士节晚会 迎新活动 员工庆生 欢送餐会 资深员工表扬餐会 资深员工及有良人员表扬餐会 以及员工辅导的极致 护理教育组 凌晨教学工作坊 课室教学 实习深座谈会 主管教育训练 ALS教育训练 物财管理组 卫财管理 采先进先出原则管控请效期 医财辨识系统 供临床护理同仁辨识医财 医财盘点系统 供临床掌握单位成本控制 新进仪器教学活动 防护措施 安全证据提供 研究发展组 积极参与国内外研究发表 创新成果 实证成果 护理资讯组 全面推动护理资讯化 包含行动护理车 智慧化身体整合 重编系统 透过院内重要会议 如院务会议 行政主管会议 督导会议 部理长会议 进行领导决策及宣导 重视及采纳集成果理师的意见 并纳入决策考量 包含病房会议 新进人员座谈会 员工代表座谈会 员工满意度调查 意见性向广纳意见 护理部团队 在国内外大小评鉴中 皆能以险要的夹击 顺利协助医院通过 国内外评鉴认证 及获得奖项 如 JCI评鉴 冠状动脉品质认证 高龄友善健康医院认证 器官捐赠感恩会 H1N1重症个案重申庆生会 肾脏移植成功感恩会 我们拥有优质的照护团队 团队间温馨 融洽 一定人为中心 追求美学之照护 欢迎友志加入本院护理团队 您的加入将使我们更为茁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